那么我们下面来看 这个两件事情 怎么样把它描述的 互相有逻辑的层次 我们说fx可以取到正值 那么就至少有一点x1 使得fx1大于0 又因为这个等于0 那么 我们就取y等于fx1 这个y 那么相应的来讲 一定可以存在着大x 存在大x 同时我约定 这个大x我们刚才说过 越大越好 我们让它大于x1的决定值 而x1决定值是大于等于0的 是吧 那么这个当然就大于0了 大x就大于0 这样的话 使当小x超过大x的时候 也就是刚才我们画的那个草图 负的大x和正大x 之外 这些对应的点的函数值 都会比什么来的小 都会比这个fx1来的小 而另一方面 剩的中间这个是一个b区间 由于连续必有最大值 比如说在这里面一定存在着某一点 使得这一点为它上面的最大值 并且此时会发现 x1是包在这个b区间里边 这样的话 这个最大值一定大于 因为x1在内部 那么就大于了fx1知道吧 而fx1是大于0的 可是在外面呢 所有的f都小于fx1 清楚了吗 这样的话综合起来 我们就可以有把握的推断 这样的一个函数 一定会取到最大值 而这个最大值一定是什么 正的 这就是我们前一段 学过这些概念的以后呢 一个综合的题目 我特别说明 这样的一个题目 属于提高题目 是针对目前在座的 有较高要求同学来准备的 你如果觉得对这个题 有同学 个别同学 觉得对这个题有难度 你可以放弃 不影响你最后的通过 但是呢 我们希望我们在座的同学呢 都能够理解 这样的一个题目的分析过程 这里面显然最核心的题 反映出了学术学的两个特点 第一 要对概念进行思考 第二 要把你思考好的问题 怎么样啊 恰当的用有序的语言 来描述出来 所以有序 就是先说什么 后说什么 先有什么 后有什么 等等 这里面都有逻辑顺序的 所以这个题呢 作为一个提高题 好 下面我们再看下一个例 例6 也是和刚刚学过的 连续函数的性质 有关系 fx在0到2a上连续 并且满足 f0等于f2a 但是却不等于fa 要我们证明 存在着 这样的一个x0 在0到a的内部 它可以使得 使得这个等式成立 那么这样的问题呢 显然和我们刚刚讲过的 b7线连续函数的性质 有密切的关系 那么这个关系在哪里呢 要证明这样的一个等式成立 存在着某一个点 x0 那无非我做一个仪项 我把s0看作变量 就想到了取一个函数 只要证明这个f这个函数 在0到a上怎么样啊 有0点就OK 注意这个题是基本题 所有在座的同学都应该理解 并且会做 我们就立即做了一个辅助函数 那么这个辅助函数 在0到a上连续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s加a 它的联系区间 只能是在0到a上连续 如果连续的话 那么我们就想到 连续函数的0点定理 两个端点去考察 它的值是不是能够一号 那么我们来看 f0等于这个减这个 这个是正的还是负的 不知道 然后再去看另外一点 fa fa等于这个 fa到底正的还是负的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我们敢说 两个东西都不等于0 按照给定条件是吧 那么我们来想 两个实数值要取得一号 正负号不知道的时候 而且前提是两个 都不等于0的两个实数 要取得一号 应该是想到加法吧 两个相加要等于0就OK 是不是 那我把两个相加一下 两个相加反而 发现等于0 等于0的话 就意味着 这个两点值取得一号 那么根据连续函数 0点定理 一定存在着 这样的一点x0 在0到1的内部 而使得 大f这个函数 在此点 在取值为0 能够清楚了吧 能想到吗 这个等于0 那么又意味着 小fx0等于小fx0 加a 这个等式已经成立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我们的证明 刚刚这个例 大家都完全听懂了吗 都理解了吗 刚刚学过的概念 下一个题呢 也是利用连续函数 和极限的概念 来处理的一个问题 假设f在0到正无穷上 有定义 如果这个函数 在x等于1 这一处连续 注意 这句话是给了一个 点连续的条件 对吧 其他地方连续不连续 知道吗 不知道 并且还满足 fx等于f根号x 这个式子是考察 大家对函数概念的理解 那fx在任意点上 那么fx都可以写成f根号x 要我们证明 这样的一些条件下的 f这个函数呢 在0到正无穷上 一定是横为常数 一定横为常数 那怎么来做呢 首先是函数概念 抓住这个等式 这个等式 按照符合运算的函数规则 是不是fx等于这个 我把根号x 仍然看的x 是不是还可以写成f括号 然后再根号 再根号x 能想通吗 一直可以写到f括号x的2n次方分之1 因为x开根号就是x减码2分之1吧 开根号再开根号呢 就是2的平方分之1 是不是啊 想到没有 得到这个结果 实际上这就是用了一个简单的归纳法了 所以呢 我们最终得到fx可以表达成这样 2的n次方分之1 注意 等号右端 x肩膀上 2n次方分之1 是一个数列的极限的问题了 这个数列当n区无穷大的时候 极限是存在的 极限是多少 0 那 x的0次方 任何不等于0的数 它的0次方 因为x不等于0 为什么不等于0啊 0到正无穷吧 不等于0的任何一个实数 0次方都是多少 都是1 所以在根据符合连续性 我们讲完连续性的运算法则以后呢 就是说 简单再陈述一下 在一点连续满足 加减乘除的运算法则 是不是啊 同时还满足符合函数的连续性的运算法则 根据符合函数的连续性 和极限的符合运算 那么 我们对这个式子 两边令n区无穷大 但是要特别注意 这边 等号的左端 对n来讲 应该看作常数 知道吗 令n区无穷大 就是n是变量了 那么fx 你n区无穷大也好 还是不区无穷大 它都是窥然不动的 它fx就是fx 这边令n区无穷大 那么肩膀上是0 x的零次方是1 是不是就等于f1啊 能看到吗 这就是f1 而f1是常数 是一个固定的数嘛 就是常数 但是这边呢 fx的极限 当n区无穷大的时候 那么就是fx 所以我们已经得到了 fx对任意点上的取值 都是常数 这就证明了我们所要的一个结果 证明了我们所要的一个结果 这个题的解答过程 其实很简单 但是这个概念的思考 是要用的比较深刻的 用的比较深刻的 好 下一个例 如果fx等于a1乘3x a2加a2 sin2倍的x 加上等等 一直加到an sinnx a1到an是一些常数 并且这个函数满足 sinx绝对值 小一等于sinx 证明这些常数 满足如下的一个不等式 就是这些常数的 a1加2倍a2 一直加到n倍的an 小一等于e 这个呢 是用到我们现在要学 已经学过的极限 和连续函数性质 以及标准极限 或者重要极限 因为这里面有sinx 还有fx绝对值 小一等于sinx绝对值 我们说 这个里面呢 这些都是常数了 参数 函数里面的变量呢 是x 我们约定 在x 某一个 等于0的某一个 去星领域里面 比如说在这个领域里面 来考虑问题 那么则这时候 3x不等于0吧 0到分之派的内部 3x是不等于0的 这个要不等于0的话 立即根据这个不等式 得到这一款不等式 而这个不等式呢 立即把fx的那个表达式 放进去 就是这个小一等于e 那么我们事实上 绝对数号里面 是若干个小的分式 对吧 n个小的分式 这个n个小的分式 我没有写的很具体 就是写的比较简化 我如果令x趋于0 那么这一项 比上这一项的极限 是不是存在 存在吗 存在 第二项比上这一项的极限呢 sin2x 当x趋于0的时候 是不是 s趋于0不等于0啊 注意 s趋于0的时候 sin2x是一个 无形小量 它有个等价的无形小量 是什么 2x 那2x 这个是x 那是不是这个极限 就是2啊 那每一个都有这样的极限 所以呢 最后 对于这个式子 不等式 这个不等式子两端取极限 令x趋于0啊 x趋于0 取极限 对不等式 为什么可以取极限呢 理由在哪里 是根据极限的保号性 知道吧 根据极限的保号性 可以对不等式取极限 在满足某些条件的时候 这个是1 当然是常数了 这个要小1的话 它的极限 一定是小1档1 那极限值呢 就是这个A1 加2倍的A2 加上等等 一直加到N倍的AN 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个题目 大家能理解吗 能不能理解 好 那我们就过去了 下面一个例 考察这个极限 下面我想给大家 特别说一个问题 极限的运算法则 是最容易犯错误的 我们以后将会拭目以待 来看着哪一个同学 会在运算法则上犯错误 我们不妨现在复习运算法则 两个函数 在某种圈下下都有极限 则它们的相加相减 就有极限 这是加法准则 或是也可以把它扩张为减法准则 那么这样的一个准则 构成了英语里面的 if then句 知道吧 if then be 是最常见的句型 a是b的什么条件 充分条件 而充分条件有两大特点 注意听好 充分条件不满足的时候 结论不一定不成立 知道吧 比如说负1的N次方 当N区无形大的时候有极限吗 还是属于摆动的 是不是啊 没有极限 负1的N减1次方有极限吗 也没有极限 但是两个相加 有没有极限 相加有没有 相加有极限 相加是多少 极限是零 这充分条件不满足的时候 结论不一定没有 也不一定有 这是充分条件的第一大特点 大家注意啊 我特别盯住大家 以后还要学若干的数学 其他的课程 比如说代数 现代数 高子代数 或者说还有像要学概迹统计 概迹论 或是数迹统计等等 包括其他很多课程 凡是遇到充分条件的时候 你都要想到充分条件的 两大重要特点 我们刚刚说了第一个 第一个是什么 再重复一遍 充分条件不满足的时候 结论不一定没有 第二 也是很重要的 第二条是什么呢 充分条件的匿名题怎么样啊 往往是不对的 或者说充分条件的匿名题 不一定对 比如说对极限的运算法则来讲 两个函数的 两个函数分别都有极限 在某种情况下 和他们的相加相减就有极限 反过来我们说匿名题 比如说加法的准则的匿名题 两个还是什么相加有极限 我们就可以断定 每个就都有极限吗 不能 显然不能 所以要注意 充分条件表达的命题啊 有两大特点 使得我们对于这些课程 进行考察的时候 经常要在充分条件上 让你考虑问题 或是放在某一个题目里面 让你去用这个 你不小心就会用错 所以运算法则的使用 是一个验证的一个试验过程 既然是试验 我说过了 在试验之前 对它的基本估计 可能正确 可能不对 知道啊 也可能是对的 就是可能成功 也可能失败 好 我们看这个例 这个里面呢 X趋零 里面是两个部分相加 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 因为 X趋零 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 考虑到X趋零 正和零负 两个单侧极限 是不是都存在 对第一部分 这个极限 很显然等于2 趋零负的时候 注意肩膀上是负的无形大吧 这个是2 趋零正的时候 这是无形大量 比无形大量 是吧 不可以直接用性运算法则 我们做了一个处理 做了什么处理 上下除了一个分子分母 一遍相对较大的 一个无形大量的表达式 知道吗 除完以后 变成无形小量了 分母 分子 分子上两个都是无形小量 分母上有一部分是1 最后 这个极限是0 就是0负0正 左右两个极限 对第一部分来讲 不存在 都存在 但是却不相等 不相等的话 我们就可以下一个结论了 就是说 这个第一部分的极限 当然S趋零的时候 是不存在的吧 是不是不存在啊 好 第二个 0负的时候是负1 因为0负的时候是 有一个脱掉绝对值的工作 趋零负的话 是小于0 怎么样啊 趋零 所以拖到绝对之后 这个是负1 趋零正的时候呢 是大于0趋零 拖到绝对之后以后 应该是正的X 这个是正一 所以呢 毫无疑问 这个极限也不存在 所以我们说 你这个不存在 这个也不存在 两个相加就不存在 这对吗 犯了什么错误 什么错误啊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充分条件表达命题 两大特点 他没有注意到 我写的这个做法 完全是某一些同学的做法啊 我是把它给录出来的 那么事实上 本题应该怎么做呢 趋零的时候 这个极限不存在 这个极限也不存在 两个不存在 相加相减 可能是存在的 我们具体来考察 应该怎么做呢 应该统一的来考察 左右极限 零正 这计算过程 前面都有了啊 因为每个部分都有过 应该是0加1等于1 然后趋零负 这个拖到绝对之后 是负的啊 注意 前面的极限是2 后面的是1 那么2 后面是负1 2加负1是1 你看 左右极限都存在 而且怎么样啊 相等 所以最后的结论呢 是这个极限应该怎么样呢 存在 并且相等 这就是体现运算法则的一个核心题目 这个运算法则的考核呀 可以是变化无穷多种的方法 来考察你 有没有学懂 好 下一个例 已经知道这个极限的结果 1的负二次方 里面有一个常数A 让我们来求一下 常数A等于多少 这个题目相对比较简单啊 A是常数 那么X区无穷大的时候 括号里面是不是 极限是1吧 想到了吗 肩膀上呢是无穷大 这是1的无穷型 使我们立即想到 我们所说的那个重要极限的 两个里面的一个 或者叫标准极限 简是标准极限 我们把它凑成标准形 Normor 4 凑标准形对本题来讲很简单 大家看到了吗 是这样凑的 首先把里面写成了 1加某一个无形小量 对本题来讲就是 加1减1 是不是啊 注意啊 我特别说 在数学给变 加一个数 减一个数 还有分子分母上 同乘一个 同除一个数 是什么呢 常用的一些方法 我们一般把 把这个叫做 little trick 那么加1减1 那么肩膀上 要写成标准形 一级要写成这部分 包括它的正符号 它的倒数 看到了吗 是不是倒数 完全一模一样的倒数 然后把原来的这个 指数的部分呢 在填平补齐 差什么补什么 特别把它写成了 一个方括号 这样 那么根据符合 机械定里面的 极限是多少 e 而外面的极限呢 它已经是常数 对吧 所以这个极限 因为这个极限等于e 前面这个极限呢 等于1的1减a 那么根据 初等和上的预算 立即就得到 那两个要相等的话 1减a应该等于负2 所以a等于3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代数运算了 那么简单的了 一顿的预算 然后我们的预算 现在就能做到 那么简单的预算 我可以做一个预算